今年 印尼茨基学校举办春节庆典 全校师生一起感受华人过年的欢乐氛围 这次活动除了说我们中国老师参与表演以外 我们还邀请了印尼的本地老师参加了表演 他们有些的是穆斯林 但是他们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 并且参加了表演 对这一点我表示非常地感恩 幼儿园的小朋友也不让哥哥姐姐专门于钱 他们换上有年味的服装 挑战幼儿版的乌龙表演 老师们还设计了许多小游戏 让孩子们认识华人的春节文化 我也对我们幼儿园的所有的小朋友 有一个特别美好的期望 希望他们能够每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地成长 快乐地学习 快乐地进步 迎接新年的喜气 在靖思堂的这场义卖会上也感受得到 志工特地为手头不宽裕的照顾户 举办二手商品义卖 让他们不必花大钱 就能欢喜过年 一脉所得志工将转座 慈善之用 哈雅妮很高兴自己能成为首席向下之人 结束一脉 志工更送上新年物资 祝福照顾户新纯过的吉祥平安 大家新闻印尼报道 春节气氛也回绕着